中奥同学你们好 我们在上一讲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债券价值的计算 我们说债券价值就是未来的现金流物的限制 那么对于债券价值估算这一块呢 其实从我们考试来看 可能更容易出题的是有关 从客观题上考我们债券价值的影响因素 其实我们经常在财务管理里面会考我们 就是某一个指标的影响因素 它其实考的就是公式 那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债券价值是未来流物的限制 那你就想凡是影响流入的 凡是影响则价的都会影响我们债券价值 那我们先看简单的啊 我们先来看面值和票面利率 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谈到 面值就是到期的还本的金额 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流入对不对 然后利息呢始终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所以呢这个面值啊 还有票面利率是影响我们未来流入的 那很显然这两个指标越大 当然我们前提是其他因素不变 是吧 就是让你判断某个因素怎么影响的时候 它一般都会有设定的前提 就是说其他因素不变 那么问你这个因素怎么影响 那很显然流入越高 那我们的债券价值应该是越高的 所以它一定是同方向变动 它和债券价值同方向变动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折现率 那么折现率我们知道 我们求限值 你要把一个流量去折现 那我们是拿流量去除以 一加上这个折现率的 比如说T10点的那就是除以T四方 是吧 那很显然你这个分母的利率越高 那我们算回来这个限值就会越低 所以一定是反向的变动 是吧 就是折现率越高 我们债券价值是越小的 然后我们书上也给了一个 债券定价的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折现率 是和债券利率相等的时候 那我们债券价值呢 它就是面值 是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说折现率 我们一般是用市场利率啊 或者说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告率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债券规定的这个 未来给你的这个利息 就是按照投资人要求 那个必要报告率 或者按照当前市场利率 那我这个债券呢 就可以按照评价来发行了 那么如果要是折现率高于这个债券利率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债券利率 它影响我的利息的 对吧 那就是我们债券要给就是给投资人的利息 要比呢当前的啊 市场上这个利率就低了啊 得说折现率高嘛 那我们票率就低嘛 那这种情况下 你要想成功的发行 对吧 就像是市场上别人都给10% 那我们定的这个债券利率只给8% 所以你要想成功发行 那你只能便宜一点 所以你的价值就会低于面值 那当然反过来啊 如果啊 我们的折现率低 而票面利率高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债券呢 按照这个 等于说我们约定好的这个利息率 我们未来给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要比目前市场利率都高 那我这点很诱惑人 那既然很吸引人 那么别人就愿意花比较 就愿意买这个债券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定的高一点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就是说 债券的价值和折现率反向变动 我们省得要背那么多了啊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 票面利率和折现价值同方向变动 对不对 折现率是反向 那实际上我们就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只看票面利率 就票面利率高 那就是溢价 票面利率低 就是折价 那么当然等于就是评价 但是想跟大家谈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啊 经常会遇到 比如说他告你这个债券啊 年内计息多次 或者说我这个债券呢 比如说我们规定是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票面利率 和他给我们这个折现率啊 就会口径不一致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上一讲也谈到了啊 我们这个教材呢 他从这几年他已经规定 就是我们给的这个折现率 都指的是年有效折现率 而且从考试来看 他一般也比较严谨 他就会特意强调 我这个折现率是年有效折现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给的是年有效折现率 但你这个票面利率呢 因为年内计息多次嘛 那你的票率它是报价利率 对吧 那么或者说我们是单利计息的 那你这个是单利的 这个情况下的票面利率 那就口径不一致了 对于口径不一致的话 我们这个原则 实际上我们强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两个利率 你一定要口径一致了 你才可比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啊 你看我们教材 就是我们上一讲 讲过这个就是 五年期国债 票面利率12% 但他告你是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然后告你说 假设年折现率10%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在前面讲了 在计算 债券价值的时候 考试给我们那个折现率啊 是年有效的折现率 那这个年有效折现率 什么意思 就是按照一年 复利一次的情况下 他的那个利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折现率啊 是一个复利的 是吧 是复利计息方式下的 年有效折现率 而你这个票面利率呢 是一个单利方式下的票面利率 那么你如果直接把这个票面利率 12%和10%去对比 那是不可比的 对吧 因为你看我们上节课也讲了 这个债券价值结果啊 是一个折价的啊 它要比1000是低的 那好像你就说了 有同学会告诉我 哎老师你看 这个票面利率高 折现率低 它应该是溢价 为什么算结果是折价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一定要口径一致 就像我们上面这个债券啊 你看它是单利计息 所以呢 相当于呢 我们这1000块钱 按照单利计息的话 它到期的本利盒 就是1000再加上一个 1000乘上利息率 12%乘以5 是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现在就要找到一个 就是说按照 这个就是这个 五年期债券 如果是按照复利计息 二则等价那个年有效利率 对吧 那就是如果按照复利计息的话 那我这个利率是多少呢 就是我1000要乘上 11加上这个年的有效利率的 五次方 这是复利计息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另二者要等价 是吧 为什么说就是 包括我们在前面推年内计息多次也是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另这两种方式 如果他们俩就是到期 就是你最终获得的收益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等效的那个年利率是多少 是吧 我们把它称之年有效利率 那另二者相等 我们看它相当于复利计息下的这个年有效利率 爱是多少呢 是吧 因为这1000可以给它约掉 所以我们给它推出来大家看 我们这个票面的如果按照复利计息方式的话 那么年有效的利息率呢 那我们算结果只有9.86% 那这9.86%啊 它是比这个10%低的 对吧 所以就想跟大家谈什么呢 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这个定价的基本原则 其实这是书上的原话 它给了一个什么呀 就等于说我们上市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说这两个呢 口计一定要一致了 是吧 考试的时候 他如果故意给出题 这个一个是单利 一个是比如复利 是吧 或者一个一年级多次 什么这样 你记住要把两个变成口计一致的 你再去做对比 这样才可比的 是不是 才能够利用这个基本原则 我们再看一个 20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你看他告诉我 这个两年期债券 面值一千 票面利率8% 但他告诉你是 每半年复习一次的 到期还本 然后告诉你 年有效的择限率是8.16% 问你 而且是刚刚支付上期利息 问你这个价值应该怎么样 那你不能直接拿 这个票面利率8% 和这个8.16%去对比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择限率 是年有效的 是按一年计息一次情况下 你这个票面利率是个报价的 是每半年计息一次的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调成一致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票面利率 它是这个 每半年计息一下的这一块 那我要把它调成为 年有效票面利率呢 那就是1加上 m分之r的m次方减1 也就是1加上 我们一年计息两次嘛 2分之8平方减1 那票面的年有效率 如果按一年计息一次的话 它的有效的这个 票面的这个利息率呢 实际上是8.16%的 那这个8.16%和我 这个择限率是相等的呀 那既然相等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呀 评价 是不是 所以不能直接用8%和8.16%去对比 你就说票面利率低 就折价 那个口径不一致 是吧 我们一定要保证口径一致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题稍微改一下啊 如果我告诉你说 两年期债券 面值1000 票面利率8% 然后呢 说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然后呢 有效年择限率是8% 问你价值是多少 那我们 这个也是给了一个 多种选择 其实大家看一下 由于你这个票面利率是什么呀 是单利计息下的 票面利率 而我们这个 择限率是年有效择限率 那很显然我可以 就是说我们其实都可以不用算 就是我可以 考虑就是说因为单利嘛 它只对本 本经济息嘛 那就说这个票面的 年有效的 这个利率啊 票面的年有效利率 它一定是会小于这个 8%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想 比如说对于两年期债券 比如说我们要是想算的话 那1000乘上 这个 就相当于是我们说 本金 再加上这个利息啊 就是各期利息2 乘以8% 这是单利情况下的 到期的本利盒 是不是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 如果按照复利计息的话呢 我就要令它等于1000 乘上一个1 加上年有效利率的平方 那你可以求这个I 你看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我们算这个结果 这个I只有7.7% 但是像这条题 它因为不让你算具体的数值 我们就问它价值是大于1000 小于1000还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判断 因为它是单利的这个利率 它一定比我们复利下 那个有效利率是低的 它既然小于它 票面的有效利率低于责限率 票面利率低那就是责价 所以应该是要小于1000 是不是这样了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责限率的影响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四个影响因素 到期时间的影响 那对于到期时间呢 我们书上也是给了一个结论 它谈到呢 对于平息债券 另外又谈到什么呢 如果负息期无限小的话 那么这个当责限率 一直保持到到期日不变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 未来责限率是不变的 我们只是看到期日的影响 随着到期时间的缩短 价值是逐渐经营它的票面价值 而且我们书上也给了一个图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图来 记这个结论 那么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负息期无限小 其实换句话来说 就是不考虑负息期之间的 这个债券价值变化 就是我认为这个负息间隔 已经是最小了 对吧 或者你说它是 它是连续负息 就是你可以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 一年计息无穷次 是吧 连续负息的情况下 那那个利息间隔 是很小的间隔 它从中间就没有这个 在有这个考虑价值变化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如果不考虑负息期之间的这种价值变化 那么它这个 平息债券的价值呢 比如说我们 假设面值是一千的债券 比如这块 如果是平价发行的债券 假设你不考虑负息期之间的变化 那么我们它价值的就应该是 不变的 对吧 因为你平价嘛 那到期日它就是 还是面值 那么如果是溢价的 就刚开始 我是比你的面值是高的 是吧 比如说我随便说 比如说一千一百 但是呢 我们随着利息的支付 比如说我们这个债券 是一个三年期的债券 你看我们说什么呀 不考虑负息期之间的变化 相当于在这个 就是付完利息这个时间上 它始终是平价嘛 对吧 就始终是一千 那我们对于溢价债券呢 由于你要付利息 那么你把这个利息 溢价是因为利息率比较 利息比较高的 我要付这个利息 但是你随着你把这些高的利息付完了 到最后了 利息全都付完以后 就剩下什么呢 面值了 是不是 所以它的价值呢 是一个 逐渐到向面值接近 到最后把利息付完 就剩下面值了 那折价也是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是900 那么我们这个随着付息日 就随着到期日接近 因为到最后我们把利息都付完以后 它就剩下的是什么呀 就剩下就是本金了 到期要按面值还本 所以他们一定都是向面值去回归的 但是我们这个前提就是不考虑 复兴期之间的变化 就复兴期无限小 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啊 就是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他告你复兴期无限小 或者说连续复兴 或者说不考虑复兴期的变化 那么对于溢价债券 所谓溢价呢 就是我们这个债券的这个利率 是吧 就债券的这个利率 要比这个我们的这个 就是比如市场利率吧 高 是吧 就是债券的这个 你可以说它是就是票面的 有效利率啊 和它的这个市场利率去对比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考试要是没有特指 它是什么一年计息多次的债券啊 或者说没有说它是一个单利的啊 我们就认为它口径是一致的嘛 因为对于每年复兴一次 它的票面的这个利率是报价利率 也是有效利率 对不对 一年计息一次的话 我们知道报价利率和有效利率 是一样的嘛 所以它只要不特指 那我们就是认为 就是按照典型的债券 就是每年复兴一次的是吧 那大家反对于溢价债券 如果它的债券的票面 有效利率高于这个市场利率 就高于责价率 那么随着到期时间缩短 它的价值是下降的 对不对 评价呢 应该是价值不变 责价呢 是逐渐上升 但最终都是要向面值靠近 这是首先谈第一种情况啊 就是我们复兴期无限小的 其实对于这种 到期日接近价值的变化 我们考试呢 特别喜欢考什么呢 就是经常会考你 比如说我们 有的时候会说 这个债券是比如五年期到期 那个是八年期到期 假设同一家公司 它在发行这两个债券 那我们想问你 是不是期限长的债券 价值就一定高呢 我们说不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溢价的债券 期限越长 我们说价值应该是越异的 但是折价的债券呢 期限你要是越长 它价值反而越低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就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大家可以看 为什么是溢价 溢价是就说明它 我们就以一年复习意思 说明你的票面利率 是比折线率高的 说明你给我高利息 对不对 那既然给我高利息 期限越长 我可以拿的高利息 是越多的 是不是期限越长 越核算 就是期限越长 我能够拿很长时间的高利息 所以这个价值要高 就是说这样的债券 投资人更愿意购买 更值钱 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如果是折价呢 就是说你这个债券 规定的票面利率 比市场上 别人的利率都低 别人给我8% 你这个债券值给我6% 那你想你给的我是低利息啊 时间越长 对我来说又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折价的债券 期限越长 价值越折 但是呢 对于评价债券 因为你的票面利率 和它的折价率是一致的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始终是评价 所以期限长短就不影响这价 就是它就是评价 你别管发三年期 还是发五年期 由于我的这个 就是票面的这个利率 和这个折价率是一致的 是吧 那我们就是按照评价发行 当然我的前提 我的口径是一致的啊 就是比如都是以 有效率为例来这么说 所以这是对于期限长短 或者你的按图也是一样 你从我们的图上可以看到 这个是比如 我说到期日 离的到期日 近的它价值低 越远 你看它价值是越来越高 对不对 而这个折价呢 是离的越远 价值是越来越低 但平价就是直线 是吧 我们可以结合以往的考题 看一下啊 呃 大家看一个多选题 他说假如市场有效 下列影响平息债券价格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 债券期限越短 市场利率变动 对价格的影响越小 啊 呃 其实这个呢 我们可以按照数学上来理解一下啊 呃 包括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谈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 其实就是我们在算这个未来的流物的限制的时候 你是把将来的流量啊 去除上一个1加上利率的 这个T此方 这个T此方 是不是这样啊 要折现吧 把这个T是点流量给它折现 那么如果期限短 那就说什么呀 这个T 比如说我告诉你 T趋于零 经营到期日了 那么你这个市场利率 比如说原来是 哎 8% 现在市场利率你要提高 变成10% 我们都知道市场利率越高的话 限值是越小的 对吧 就是市场利率变动 和价值呢 是一个反向变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什么呢 如果T趋于零 那你1加8%的零次方 和1加10%零次方 是不是一样啊 所以呢 我们说期限越短的话 那市场利率变动 对价格的影响越小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后面我还会再谈这个结论 我们在关键看后面几个 B呢 说债券期限越长 债券价格与面值的差异越大 那这个对不对啊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啊 我们说 对于溢价债券 期限越长 价值越异 折价债券期限越长 价值越折 但你别忘了 还有一个平价债券 平价债券 我们说期限长短 不影响这件价值 你这里面并没有告我是什么 发行啊 是折价 溢价 还是平价啊 你没有说 对吧 所以这个怎么样 这个不对 对不对 除非你给我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的话 你如果告我说 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不一致 如果他告我们说 债券的利率和市场利率不一致 那这个话是对的 但如果债券利率和市场利率一致 没差异 债券价格就是评价啊 应该是没差异啊 所以他这个忘了评价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不对啊 然后我们记得看 他说市场利率和票面利率差异越大 价格和面值差异越大 那这个是对的 对吧 如果要是二者没有差异 他就是评价 但是差异越大 就是我们讲的 你会溢价或者折价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看D 他说当市场利率高于票面利率 那就说我们票面利率低 那既然票面利率低 我们的债券价值应该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一顺了 是吧 那就应该是什么呢 折价应该是折价的 是吧 所以他这样一说 是不是就错了呀 所以只有A和C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啊 说债券A和B是两次刚发行的贫息债券 面值评论率都相同 有效批券利率均低于必要报告率 跟以下的话中正确的有 A呢说如果两个债券利息的支付频率 和偿还期限相同 必要报告率高的价值高 这一看就错了 因为必要报告率是折仙率 它和价值是反相变的 所以这一定不对的 我们再看B 说如果两个债券的必要报告率 和利息支付频率相同 偿还期限长的债券价值高 那你看我们刚才强调 期限长的价值高还是低 一定要看前提 要看它是折价溢价还是平价 那我们都要提高 你偿还率是低于必要报告率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呀 折价的债券 那既然是折价发行的债券 那我们知道啊 期限越长价值应该越折 所以这个也就不对了 那当然如果多想听 那我们一定会选择C和D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为什么 所以呢说如果两个债券的 偿还期限和必要报告率相同 他说利息支付频率高的 债券价值高 那么利息支付频率越高 那实际上你的这个年有效 破案利率实际上也是越高的 是不是 那么相当于加快了复息频率 你的利息 就是我们可以早一点到手 所以这个价值一定是高的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暗藏 谁也可以把它判断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D 就如果两个债券偿还期限 利息支付频率相同 说必要报告率和破案利率 差额小的债券价值高 那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说它是对的 是吧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告我们 前提是这两个票面利率 都是低于必要报告率的 是吧 而且又告我们 它两个票面利率是一样的 那我就比如说 我告你说 这两个票面利率 比如说我们的A债券 它的这个票面利率 假设我告你是 8%B的票面利率 也是8% 因为它告我票面利率相同 然后又告我们 它是比必要报告率高 所以我们的择限率 一定要高的 那么A的这个择限率 要高于它 那比如说我告你是10%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个 比如说B的择限率 假设我告你呢 是9% 是吧 然后他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必要报告率 和破案率差个小价子高 你想我们票面利率是固定的 则限率要比它高 比它高的话 它差额越小 就说高的不是很多 那既然高的不多 说明怎么样 择限率低 在线价值高 是不是 所以差额小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 比如说我的B债券 那我价值就应该高 是吧 所以你可以 通过理解来判断 实际上就是我们给大家 强调的就是 一个是要会判 它是折一价的问题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们像这个 期限长转 对价值的影响 是吧 要看前提 好 那我们来看 刚才讲到今日的影响 是针对什么呢 连续复息 就是复息期无限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呢 是对于流通债券 什么叫流通债券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你的流通债券估价呢 可以是任何一个时点 不一定是整数进行期 对吧 那么既然是要考虑 在任何一个时点 我们对于流通债券的价值呢 它的这个特点啊 是在两个复息日之间 是呈周期性波动 那这个怎么理解啊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评价发行的债券 其实你如果把这个图理解了 这个结论都不用特意背 你就按照图来理解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先看啊 我们告诉你 我们是评价发行 比如面值1000 票面利率8% 三年期的债券 那么对于这个债券的话呢 如果让我们前面画图的话啊 那就说我们购买了一个债券 未来我可以获得啊 80块钱的这个利息 然后呢 我们到期还可以按照面值 收回本金1000 这是这样一个债券 是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如果是评价购买的债券 假设我们画一个图 比如说这个点就是1000 如果必要不好 物理叛益率一致 那是评价的 是吧 那么我们先看一个评价债券啊 就是我们前面说是 如果不考虑负息期之间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负息期之间变化 那我们说它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对吧 你就把这个 这个几个点连起来 那就是我们前面 不考虑负息期之间变化 是应该的价值是不变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让你考虑 负息期之间的变化了 因为它是流通债券 流通债券的估价 可以是任何一个时点 对吧 那我们比如这样问你啊 假设我们这个临时点是 比如1月1号 这是临时点 这个公司发行 那个1月1号那天吧 我就买了这个债券了 买了债券呢 拿了一个月 2月1号这一天呢 我急需用钱 我就想把这个债券卖给你 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我刚持有一个月 我就把债券卖给你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持有了11个月 到12月1号这天 我急需用钱 我要把债券卖给你 那我的问题就是问你啊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是吧 那你看 我如果在2月1号 把这个债券卖给你啊 你得等11个月 才能够拿到第一期离席 对不对 但是我在12月1号 我要把这个债券卖给你的话 那我会告诉你 你看我债券特别好 我是因为急需用钱 所以我把债券转给你了 这个债券啊 一个月以后就要分利息了 所以你只需要等一个月 就能够拿到80 所以你想在哪一个时点 我可以把这个债券的价值 定得高一点 那一定是在12月1号 因为它离得复息日近嘛 是不是 所以对于即使是贫价发行债券 我们如果考虑复息期之间的变化 它越接近复息日 它的价值会上升 升到这块值 1080 然后我们要复利息 割完利息降到 1000 对吧 然后呢 也是月接近复息日 价值上升 升到这块值 1080 割完利息降到1000 上升 升到1080 割完利息降下来 所以它并不是说 永远都是水平不变了 对吧 它是 接近复息日上升 割完利息下降来 对吧 它是呈周期性波动 那么你看我们这个题 我刚才给的这个这种情况 就是说 呃 票面的利率啊 和我这个市场利率是一致的啊 当然我这个前提我们俩口径一致的啊 就是可比的 那我就不多不啰嗦那么多 那这两个如果相等 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评价债券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在前面说了 呃 当这个债券利率和市场利率一致 它就是评价 我们是针对新发债券 就是我要新发行 才叫我评价发行 或者说我们是针对不考虑 复息期之间变化 对吧 就是说我们是呃 连续复息这种情况下 复息期无限小情况下 所以我们说它的价值就始终是等于面子 但你看我画的图你很显然 它有可能会高一啊 所以对于流 我们一定是流通债券啊 对于流通债券来说 即使它故意告诉你说 我的票票利率等于市场利率 但是呢 它的这个债券的价值啊 它是有可能会高于面值的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价值也有可能等于面值 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我们谈对于这个 评价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接着看 如果我这个债券啊 是溢价发行的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债券价值 比如说我说我是1100 对吧 那我们在前面谈 如果你不考虑复息期之间的变化 那么它债券的价值呢 实际上是 诶 逐渐在下降的 对吧 他就说 诶 到了我们的这个 复息日就和你的这个面值就接近了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啊 需要你考虑复息期之间的变化 那今天让我考虑复息期之间变化 一样道理 越接近复息日 它的价值就会上升 对不对 然后呢 割完息以后 诶 降下来 然后接近复息日 我们的价值上升 割完利息 下来 是吧 接近复息日 价值上升 诶 割完利息 啊 就是下来 就成这样了 所以呢 你看如果是一个溢价发行债券 就是它告诉你说 我这个债券的这个票面利率啊 要比它这个市场利率高 那我们说 它就应该是按照我们 如果不考虑复息期的票 就是应该逐渐的下降 但你现在看它不是逐渐 它是一个波动的下降 就先上升后下降 先上升后下降 它不是就永远下降 对吧 它是一个波动的下降 而且呢 你看具体来说 它的这个债券的价值呢 它是有可能怎么样 它始终是在超过这个面值的 对吧 就在 就是在这个到期日之前 是超过面值的 只有在到期日 是吧 那么在到期日的时候 它的价值还是等于面值 在到期日之前 也就是我们在到期之前啊 它仍然是 始终是高于面值的 对吧 因为它这个就更加易了 它要再提升一下 对不对 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图形 那我们再接着想 说一下这个折价债券 那么责价债券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假设我告诉你说 我是这个发行的时候 我是900块钱初始的价格 那如果不考虑 复兮期之间的变化啊 我们本来应该是 诶 逐渐的上升 对吧 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考虑复兮期的变化 它一样到的 也是波动的上升啊 就是 接近复兮日 它价值会上升 然后割完利息 这样来 接近复兮日 诶上升 割完利息 这样来 然后接近复兮日 诶价值上升 割完利息 这样来 所以你看 就是对于 折价的债券 它故意告你 比如说我 我这个票面利率啊 是比市场利率低的 但是你不能说 它的价值就 永远低于面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虑了 复兮期之间的变化了 对吧 你从我这图上 比如说你看 我们这个折价债券 我就这块 这块你看是不是高于面值啊 当然也有什么呀 低于面值的 也有等于啊 所以票面利率 小于市场利率 因为考虑到 复兮期之间的变化 那我这个债券价值 它有可能是 小于面值 对吧 那也有可能等于 还有可能怎么样 高于 都有可能出现 这就是我们对于 流通债券 它的债券价值 是吧 那就是一个波动啊 成周期性波动 就先上升 割完息降下来 就是这样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前面所谈的啊 就是说对于到期日的影响 考试的时候要看前提 他如果说公司准备要 新发两个债券 问他价值会怎么样 对吧 对于新发债券 是吧 或者说 他告你是复兮期无限小啊 或连续复兮这种状况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 我是不考虑复兮期的变化的 所以他债券的价值呢 就是 如果票面利率高于 这些利率 当然我们这里面呢 是指的口径一致的啊 利率要可比的 是吧 他如果遇到年内积息多次 那你要把它调为 票面的有效这个利率 是吧 但是考试有的时候 他就说票面利率 有这些利率相等啊 或者什么 他只要不特指 二者是口径不一致的 我们一般来说 就默认他是 就是最典型的债券吧 你可以认为 他就是一年复兮一次的 典型债券 是吧 当然你要严谨一点 那就说 哎 我要考虑有效的这个利率 对吧 就万一遇到一年积多次 我要把这个有效利率 把票面的有效利率算出来 是吧 或者说 他如果给的是单令机器 这样的债券 把有效率的 然后你再去和这些利率对比 对不对 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溢价债券呢 它的价值是逐渐下降 折价逐渐上升 评价不变 但是流通债券 就是考虑付期期的变化了 他告诉你说 我们发行后 在市面上要 这个要流通了 对不对 那它价值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刚才讲 你就是通过图 对于溢价债券呢 总的它是要向面值接近 但它是一个波动的下降 它并不是逐渐下 是波动下降 先上升 割完期以后降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 就是到期日之前 它始终是高于面值的 而对于我们这个 折价债券呢 它是波动的上升 先上升 割完期以后 下降 对吧 那么它的价值 我们开通过图 因为你接近复息日之后 它价值有可能会高 所以它可能高于 也可能等 也可能小面值 是吧 那么对于平价债券呢 它是周期性波动的 也是先上升 割完期以后下降 那它的价值可能高于 也可能等 是不是 那你要是 如果死尽背 背一堆东西 但是实际上我们讲 像这种 就通过图来理解 就很好把握它的结论 我们看一下 以往的考题 我们先看 2021年这个题 它问你 关于连续付息的 平息债券 以下的话 中正确的有 A呢说 如果折价率 等于票面利率 实际上就是 我们给大家强调 考试它只要 没有特指说 我这票面的利率 然后是每半年付息了 什么单利之类的 我们就默认它给的 这个就是口径一致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可能说 老师他出题不严谨 这样说不对 但是 你就要想一下 我们 根据他 这个 就是他这个 描述的这个情况 他如果说 一会儿特指的有效力 比一会儿 没有 那么整个你要考虑 口径一致 但现在他所有的 都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就默认 他就是按照 一年复习一次 你这么 按照就是说 我们就是 等于说是一样的 这种 等于说是口径了 就这择限率 平衡率是一样的 口径了 就这么去理解 那既然是一样口径 那我们看 在择限率 择限率相等 那就是 应该是 他就是评价 是吧 择限率大于 什么择限率低 那我们就怎么样 择限率低就应该是 这个 折价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他要低于 因为他连续复兴 那既然连续复兴 那我们就 那这个就对了 那择限率要是小于呢 那就说 择限率高 择限率低 那就是 溢价了 他价值应该是 一直高于 这个 票面价值 是吧 然后D呢 我们先放一下 后面会讲这个啊 就是 变化 我们实际上就想 说一下 前面的三个选项 也是让大家 就是熟悉一下 出题人 他出题的情况 就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太较真 因为他出题人 有时候也会出的 不是很严谨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到 就像这条题 多选题 是吧 那你如果你认为他 这个人问的是正确的有 你认为他这个 给的不严谨 那你就ABC都不对了 是不是意思 是吧 但是我们都不会那样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灵活一点 所以这个呢 我们很显然 ABC都对 D也是对的 D为什么对我们放一下 我们先不说他 那我们接着看 2014年有一道考题 他告诉你说 假设择限率保持不变 他说 溢价发行的平息债券 至发行后价值会怎么样 他问的是 发行后的价值会怎么样 那你发行后 那他价值没准是哪一点 对不对 实际上等 指的就是流通债券吧 已经是流通了嘛 发行之后的 是不是 那我们刚才讲了 对于流通债券 它的价值啊 应该是成波动的 所以不能说 就是一定是逐渐下降 应该是波动的下降 波动下降 在到期日之前 应该一直是高于面值的 是吧 在到期日之前 是一直高于面值 那假设我们把这条题 我们给他改一下啊 我们这样改啊 就是说责限率百分之八 配卖率百分之七 那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 折价的债券了 对吧 就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 谈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溢价呢 我该改成一个 折价债券 那对于折价债券呢 他就问你 债券之发行后 价值会怎么样 那我们刚才强调 对于折价债券 发行后 就是等于是流通债 它应该是一个波动的 折价应该是波动的上升 波动上升 而它的这个面 价值是 可能高于 可能等于 也可能低于 是不是 所以就是考你对图的理解 那我们再接着看 零息债券 我们前面讲的是 平息 平息债券是 我们分期等额付息 对吧 而零息债券呢 是期内不计息 到期还本 所以你就按图啊 到期他给我 比如面值1000的 到期给我1000块钱本金 所以你想这个债券 越接近 就是我在这 比如说这是三年期待 我在这 我得等三年拿1000 等到这个地方 我只需要 等一年拿1000 那很显然 越接近这个到期日 价值一定是上升的 是吧 而且是向你的这个 面值1000上升 那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呢 比如说我们 单力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假设我的利息率 8% 1000乘8% 而且单力即息 然后还有本金1000 那也一样道理啊 离得越近 就是说明我用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拿到这个 1240啊 所以他价值也是 一定都是逐渐上升的 对吧 因为他没有这个中间 有付息那个 所以不会说有波动力 就是逐渐在上升 但是呢 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他是逐渐 他并不是向面值接近了 而是向 到期本利和接近 是不是 那我们再接着看 就是第五个影响因素 其中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这个影响了 加快付息频率 债券价值是会上升的 对吧 因为你想我们比如说 这个债券原来告你说每半年复息 那现在我告你是 这个比如说每季度复息 或者说每个月复息 那我们都要越早到手 这个利息是越值钱的 对吧 那么我们加快付息频率 别管是折价 原来是折价的 原来溢价原来评价的 那么我们加快付息频率 它实际上是使得你那个票面的 年有效利率会提高的 因为我们 责限率是按照市场的 我们这样分险 指的是年有效责限率 这不变 但是我们的加快付息频率以后 会使年有效票率提高 所以它就会使我价值提升 所以它一定是债券价值会上升 我们可以看一道多选题 它说公司要发行一种平息债券 假设券不变 万一理想法中能够提升债券价值的 拿上这个题 其实我们在上一讲里面 我在介绍不同种类的这个债券 它的这个利 就是它的票面率 哪会高一点哪会低一点 那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从什么呀 就是说在这个公司 比如说发行这个债券的时候 是吧 那我在考虑 也是说其他情况一样 比如我都要评价发行 但是那我这个票面利率 吸引投资人的那种债券 那么投资人为他这个债券 对他有吸引力 他将来有一个 比如说可以转换了或什么的 那这种债券他就可能 投资人更愿意买嘛 那他是更值得购买 或者价值会更高 对吧 所以我们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都是评价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票面利率怎么样 定的稍微低一点吧 就即使利率低 但他因为有其他的诱惑 那投资人也愿意买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是我们在前面讲的 那现在我们反过来啊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其他条件不变 是吧 包括什么票面利率都不变了 是吧 我没有问你票面利率哪个高哪个低 我们现在问的是哪一个债券的价值 可能应该更高 当然前提就是比如说票面利率什么都是一样的 那么投资人更愿意买哪个债券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去理解他 就可以很好判断 对吧 大家看 从抵押债券调为信用债券 那么有抵押担保的 变成了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 你想他的 投资人愿意接受吗 那不愿意 那不愿意就他价值应该是下降的 而不是赏税 这个我不选 对吧 所以由不可转换 这看调整率可转换 其他都不变 一样的票面利率 一样的期限 什么都不变 但我跟你指太多了一个优惠 就是你将来你觉得合适时候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股票 这个转换啊 我们将来第十章还会讲 这个转换与否啊 可转换债券 不是说我就一定要转换 是指的是我们债券投资人 是有选择权的 对我有利就转换 对我不利不转换 那既然你 给我这样一个选择权利 是不是就吸引人啊 那既然吸引人 那我这个应该更值钱 所以这个会提升 对吧 然后你接着看 有可赎回债券调为不可赎回 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 这个赎回就是发行公司 提前赎回啊 这个赎回钱是发行公司的权利 就是我们约定好有可赎回条换 不是说我一定会赎回 而是发行公司觉得 对他有利就赎回 对他不利就不赎回 那既然这个权利是发行公司的 那因此呢 可赎回债券 是对发行公司有利 那就对投资人不利了 对吧 因为我们交易双方彼此是零和博弈 这个东西对你有利 那对我交易另一方 那就不利了 是吧 那我们把它调整为不可赎回 就是你发行公司 没那个权利了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 那就对投资人有利 那既然变成对投资人有利的 那就应该是更 投资人更愿意接受 那他就价值就会提升 是不是 我们再接着看 利息一年支付一次 改为每季度支付一次 那当然好了 越早到手的钱越值钱啊 我提前到手利息 我还可以再去投资 是吧 所以有效利率会提高吗 所以这个BCD啊 都是正确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 把前面料题我们又辨了一下 所以财务管理我们说非常的灵活 就是你理解了以后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判断选择 是吧 好 我们接着看第六个影响因素 就是折线率和到期时间的综合影响 我们在前面 我们特意把它放下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随着到期时间的缩短 折线率的变动对价值的影响 越来越小 是吧 那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 因为你要把这个未来的流量 比如T时间的流量去折线 我们按照原始公式 那就未来流量除上1 加上折线率的T字方 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也知道折线率提高 比如说原来是5% 你给我提高到8% 折线率越高 债券价值是越小的 是不是 但是大家看啊 假设我告诉你这个T啊 趋于0 就接近到期日了 T趋于0 你是1加5%的零次方 还是1加8%零次方 是不是都是1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呢 你越接近到期日 折线率变动 对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小 就你提高折线率 价值 我们说 应该是降低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这个降低的幅度会越来越小的 就越接近到期日 它对我们这个价值的影响 折线率变动对价影响越来越小 说到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影响 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五个因素是只变一个 其他不变 而这个是两个都变 是吧 我的折线率 比如说我刚提高了 同时呢 然后我们又到期日也接近了 是吧 那这两个都变 问你价值怎么样 那你就记住 随着到期日接近 折线率的对价值影响越来越小 你看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题了 我们当时递选项 我们把它放下来了 那实际上就是书上的原话 随着到期时间说短 折线率变动价影响越来越小 那这个是对的 是不是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接着介绍 第三个考点 就是债券的期望报告率 你看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介绍债券价值 当然价值呢 我们也讲了 怎么去决策 判断一个债券该不该投资呢 我们说当债券价值 高于当前的这个 就是市场价格的时候 我们这个债券是值得投资的 对吧 但其实在实务中呢 投资人可能 更容易接受这个报酬率的概念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比如说我没有学过财务管理 你跟我讲 这个债券价值是 一千 它比它的市价高 就值得投资 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 但如果你跟他说 这个债券值得投资 它的收益率特别高 对吧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 概念更容易理解 所以通常呢 我们还要 让你去算这个债券的这个 期望报告率 而且呢 因为我们债券有到期日 所以实际上考试比较多的 就是让我们算到期收益率 就假设债券 持有制到期日的话 那么你的收益率 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出售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是 问你持有制到期日 那么就是我们到期收益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就指的是什么呢 以特定价格购买债券 并且持有制到期日 所能够获得报告率 它是使得 未来的现金流量限值 等于债券购买价格的 责限率 是一个求责限率的 这个过程 是吧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投资购买债券的话 现金流出就是 它的购买价格 对吧 然后呢 购买债券能够带来的 未来的流入 面值乘以表面率 把这个利息 它就预先约定好了 对吧 到期按面值偿还本金 就是我们的流入 那什么叫做 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啊 使得未来的 流入的限制 其实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什么叫求限制 求限制 就是把它那里面的 那个应急的利息 给它拨掉 是吧 拨掉以后 诶 正好回来 就是我们的所谓 出使那个 本金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就想找到啊 它这个未来的流入限制 刚好 等于限制 的那个折限率 就是等于说按照那个折限率 把它 把这个应急利息拨掉以后 诶 它正好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 所谓购买价格 是吧 或者你可以以为 就未来的流入限制 刚好弥补流出的 那个折限率 那就是我们的到期收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 呃 我们就是一个 求折限率的过程 相当于是知道限制 知道未来流量 知道期限 然后让你去求 折限率 对吧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谈 知三求四的问题 是吧 就知道当前的 也知道未来的这个 有关时点流量 也知道期限 去求折限率 那么对于这种 求利率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要利用逐步测试 是吧 然后结合内差 来去求这个折限率 我们下面结合说上 例题来看一下 就是求这个 到期收益率的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 时间价值 求利率的这个 呃 就是一个灵活应用的问题 他告诉我们说 呃 某一年的2月1号呢 用平价购买了一张 面值是1000的债券 票面利率8% 那因此我的每期利息 1000乘以80% 对吧 每年支付一次利息 5年后到期 然后呢 假设公司持有债券 之到期让你求到期收益率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讲 到期收益率啊 就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入限值 刚好可以弥补 你流出的那个折限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的现金流量 我的流出呢 就是购买价格 因为它的评价 那就是按1000块钱买 而未来的流入呢 利息 每期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8% 那就80 到期的本金1000 那我们是希望 你找到使得 未来流出等于流出 那也就是说流出是1000 而未来的流入呢 80是普通年金吧 P-A 但是利率是未知数 我们想要你求 是吧 让你求它这个到期收益率 是吧 比如说我用未知数 随便我用I表示 7数为5个 这是5个80 对不对 所以年金限制 再加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 1000 一次性款项的这个 负利限制 P-F 利率I 7数为5 那这个公式呢 列完以后 那我们就要 想办法找到 能够使得 未来流出等于 流出的那个责限率 那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说 就是 逐步测试 是吧 那像这个呢 比如说你看 呃 我们设 利率是8% 那我们用票面利率 测一下 因为你是平价买的 那你看 我说利率8% 往里面一套 你可以算一下 正好这个结果就是1000 所以它的这个 到期收益率和票面利率 是一样的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 购买价格变了 就是我们书上 给的这个例子 说 如果在线价格高于面值 它比如说 买价是1105 也就是你的初始投资额 现金流出是比较高的 而未来的利息不变 到期本金不变 对吧 它还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是我的利息 到期按面值还本 那我们刚才谈了 到期收益率 需要早到时的 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 流出 大家看变了 变成什么呢 1105了 对吧 而这个流物的限值呢 和刚才我们一样 还是把 80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1000乘上负金限制系数 令它等于我们的 现金流出的限制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逐步测试 那这个测试的范围 怎么去找 是吧 因为我们刚才谈了 它一定是 要比我们的这个 票面利率是要低的 是吧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放心 考试我一般来说 它都不会让你去测 很多次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它 它实际上是 溢价发行的 因为我多投入了 所以它一定是要比 这个票面利率低 所以我就要往低测 那往低测的话呢 通常要是正式考试 它可能就会让你 比如说我测个 就顶多测个两次 就能够找到 是这样 是吧 当然了就是 大家平常在做题的时候 像我们说上这样的一题 你说怎么可以快速找到 也有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简便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 时间价值 大家来想 因为我们现在要算的是 债券的期望的投资收益率 是吧 就到期或者说到期 持有时到期日 我的投资收益率 那么债券的投资收益率啊 我们按照前面 母子率的命名规律 投资收益率嘛 就是收益除以投资额 而且我们财务管理 方说你算年的 所以就要考虑 分子是年的收益 对吧 分母呢 就是你的这个投资额 那你想我们对于债券投资 我投资额不就是 他的买价吗 对吧 所以我的分母好说 那就是买价 1105 但是分子的收益呢 我们要考虑年收益 每年的收益 利息是多少 80 然后你再看 我们是1105买的 但是到期收回的本金 只有一千 相当于是 所以我们这个收益啊 一个是利息收益 对吧 还有一个要考虑资本利得 买卖价差 资本利得 我的损益 买卖价还收益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 105买了 你到期刚给我1000 我损失了 所以就是卖价 相当于是我 卖价是1000的感觉 对吧 买的时候是1105 但这个损失并不是 我一年的损失 我是五年 对不对 我把它除以五 是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觉得 我考试的时候 我一上来不太好判断 是吧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就是不考虑时间价值的 估算方法 就是把这个年利息 再加上一个年的资本利得收益 是吧 就是相当于把 你的到期的这个 就所谓的卖价 其实这个卖价 如果是到期日的话 就是我们收回的那个本金 对不对 如果是提前出任的 就是卖价 然后减去你的 初始的买价 然后除以 7000 要考虑年资本利得 然后分母 比上我们这个买价 但这个公式用不用背 其实也不用背 就是收益除以投资额 而且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考试的时候 一般来说 就很方便 它一定是在 票面利率的周边 是吧 它可能给你出的那个 结果 可能就是7%点多 所以你 你就知道它比 8%低 你就应该往第一次测个 7%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要提 大家看我们测的是 5.34%的 因为它给的这个 1105比较贵 就是 所以它的这个收益率 就是变得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大致测算的范围 5.34 那就说应该是 比5%高 比6%是要低的 所以我们就测一下 首先我用6%来测算 是吧 因为这个年金限制系数 负利限制可以查表的 我们算是未来流行 1084.29 然后呢 我们再测了一下4% 实际上要严谨一点 应该测5% 更严谨一点 就是这个内差法 其实越接近 是越准确的 但是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 如果这两个 这个测试的这个利率 相差 差2%什么的 影响不大 对吧 但是我建议 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们最好就是 越接近越好 对吧 就假如说你测出来 是5.几的话 那就测个6% 测个5% 然后这样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它套利率4% 往里面套 这个是1178.304 那大家看我们等于说 1084.29 比1105 是不是 就是要低 对吧 而这个 1178.04 又比1105要高 所以通过逐步测试 就是我们的内差嘛 这是利率 这是 未来的流入限值 那么当利率为4%的时候 我们的流入限值是 1178.04 当利率为6%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结果是 1084.29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是想找到 这个利率爱为多少 正好能够等于1105 是不是 我是想找到 未来的流入限值等于 正好等于购买价格 那责限率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 利用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内差法的 这个计算公式 任意两个利率差值的比 要等于对应的 这个限值差值比 然后一解方程 就可以出来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 倒息收益率的这个 确定 你像我们对于 这个体很显然 它就是 因为是溢价购买 你多投了 你花钱花的贵了 所以你的收益率 就会下降 那其实我们可以就 有一个结论 是吧 对于平价购买的债券 它的到期收益率 是和票面利率 是相等的 那当然这个也是 一致性的 但是我想 给大家谈到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考试啊 因为从财务管理 目前它考得出情况 它是可能最终让你求的是 年有效的到期收益率 所以你最后呢 假设我们遇到这个债券是 每年计息多次的 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是评价的债券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既然是评价 每期的到期收益率 一定是等于 每期的 票面利率的 是吧 就如果遇到年内计息多次 我们就是 要把这个年 把年数变成期数 对不对 年利率变成期利率 所以只要是评价 它一定是每期的 到期收益率是等于 每期票面利率的 但是考试最终呢 你要给我求出来一个年有效到期收益率 是吧 就是它考试计算题让你求的 你要给它求出一个年有效到期收益率 这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如果是溢价的 那我的每期到期收益率 一定是低的 因为你多花钱了嘛 是不是 那如果是折价的话呢 一样 我们这个 票面利率 它一定是 得以说是低 到期收益率高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 在前面讲过 就是折现率 和票面率的关系 我们说只看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高 那么就是 溢价 票面利率低 折价 票面利率等于就是评价 那这个到期收益率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 如果是评价 那就是票面利率和你到期收益率相当 如果是溢价 那就是票面利率高 如果是折价 那票面利率呢 就低于到期收益率 对吧 你就只看票面利率 就省得你记好多了 无论是让你和到期收益率比 还是让你和这个市场利率去比 我们都是按照票面利率的高低 去考虑 溢价或者折价的问题 是不是 那么对于这个 我们判断一个债券 该不该投资 利用到期收益率的话 由于呢 给我们的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或者说市场利率都是年有效的 所以考试时候我们给大家讲到 就如果遇到年内进行多次 要算年有效到期收益率 当年有效到期收益率 高于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那么这个债券 就是值得投资的 我们下面结合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道这个多选题 他告诉我们说 假公司呢 折价发行公司债券 期限呢 这个债券期限是5年 面值1000 票面利率8% 但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他问你下来的话 中正确的有 是吧 首先大家看它是折价发行 那么折价发行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 票面利率低 那既然票面利率低 那我的到期收益率 是不是一定高啊 所以我就可以肯定 就是你就按票面利率来考 那就是我的到期收益率啊 它一定要高 是不是 如果按照每期来说 那我每期到期收益率 一定是高于4%的 是吧 因为它是每 它故意告诉我是 每半年复息的 所以我到期收益率是要高的 所以它这样问你 哪一个正确 说该债券到期收益率 等于8% 我们说不对 一定是高于8% 是吧 他说报价利率等于8% 票面利率就是报价利率 是不是 他说该债券的 既息周期利率 我们是4%的嘛 所以它是小于8% 也是没问题 它的有效年利率 大于8% 因为我们是 就是说 这个 每半年复息一次的 所以它有效率 一定是大于8% 所以只有A呢 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道例子 那么这要提它是说 这个公司某一年1月1号 发行5年期债券 面值1000 票面利率10% 每年复息到期还本 然后第一问呢 他说假定呢 某一年1月1号 金融市场的等分险利率呢 是9% 然后问你 该债券的发行价格 应该定为多少 因为我们判断一个债券 该不该投资 我们希望债券价值 要高于它当前那个购买价格 是吧 那么我们说临界点 就是等于嘛 就是如果等于 我们也可以接受 是吧 但是你不能太贵 你如果价格卖得太贵了 比我的价值还高 那就没人买了 所以他问你这个发行价 应该定的地方 那我们说顶多你定到 我这件价值这一块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未来的各期利息 这个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面值 乘以贵源利率 那就是利息是100 这是年金 而且是五年期的 我就可以直接拿100 层上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对吧 利率呢是9% 期数为5 再到期本金1000 层上一个负利限制系数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上也是以前的一个考题 很简单的一个求限制的问题 这我们谈第一问 然后我们看第二问 他说 假定一年后啊 该债券的市场价格是104206元 他问的是 该债券于某二年1月1日的 到期收益率多少 就这块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首先大家理解什么叫 到期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一定是 持有至到期日 对吧 因为我的名称就告诉你是 到期收益率 一定是持有至到期日 但是呢 购买日没准了 因为你可能是买新发债券 你也可能买的是二手债券 所以像我们知道 提问的是 于某二年1月1号的到期收益率 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某二年1月1号 这个时候估算 就这个时候购买 持有至到期日的收益率 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很多同学 他在做题的时候 他就以为是 现在买 然后持有到某二年1月1号 我的投资收益率 那个不叫到期收益 到期收益一定是 持有至到期日 他给的那个日期 其实提示的是什么呀 提示的是购买日 对不对 就你在这个时候买 持有至到期日 因为他问的 他的提问问的是到期收益 所以持有至到期日 是收益多少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某二年1月1号 相当于是过了一年嘛 那么未来就剩下多少呢 四年了 所以我们债券到期收益率 我们特别想是未来的流物限值 等于流出的那个责限率 已经过了一年 所以未来的利息就不能是五期了 就只有四期利息 对吧 到期日还是按面值收益本金 因为你让我求的是到期收益率 但是我的购买价格呢 就是1049.06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 大家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过啊 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让你去测很多次的 你想 我们这个1049.06啊 它比1000是不是高啊 溢价 溢价的话 我们讲的什么呀 票面利率高 票面利率高 那你到期收益率是不是要比 10%要低啊 所以就要往低测 所以这个逐步测试的范围 是吧 你就按照这个判断 我们这个是一个溢价的 那就说明它票面利率要高 票面利率高 到期收益率低 低的话 我就要比10%往低测 所以你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测试 我就先测 利率为9% 然后算了一下这个结果呢 是1032.37 要比我们这个1042.06呢 实际上是小的 那小的话怎么办 再往低测 对吧 就一顺了 因为你是希望它的价值高嘛 是要达到这个1042.06嘛 所以它低 那怎么办 就往低测 是吧 那我就再测利率8% 这个106.21 那这个106.21呢 是比我们这个1042.06呢 是要高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逐步测试 我就找到了 使得我们的 呃 相当于也是啊 你看 利率是呃 相当于我们利率8%的时候 对吧 也就是8%的时候 我是1066.21 啊 9%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的1032.37 我们是想问的是 当我的利率为多少 它能够等于这个1049.06 这个1049.06正好加在它之间 所以内差 对吧 所以任意两个利率差值的比 等于对应的 这个比 然后一解放上就行了 那这个中间过程 其实你真的都不用去写那么多 人家判卷子 哎 就是看你这个结果 对不对 是吧 你中间有一点过程就行了 是不是 你都可以啊 就是说 我们其实只要列一个公式 然后你跟他说明 用内差法 就行了 像我这个是给大家 写的比较详细 是一解题过程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是证明是自己做的 我其实就写一个 然后直接写结果就可以 对吧 甚至有些同学 因为有的考场可能 他监考老师还是比较宽容的 可以带金融计算器 就可以直接拿那个IR的功能 可以直接得到 是吧 好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第二问 我们看第三问 说该债券发行四年后 该公司呢 被揭露出呢 会计账目有侵杂嫌嫌疑 说这个不利的消息呢 使得债券价格在 某五年的1月1号 由开盘的1018.52元 跌到收盘的900元 他们呢 是跌价后 该债券的到期收益 所以他还是问你到期收益 那已经是发行了四年了 所以离到期就剩下一年了 就等于说跌价后 他这个债券啊 是900 然后他告诉你 假设能够全部按时收回本息 那就说你 离到期就只剩下一年了 那我们可以 最后一年的利息100 还有本金1000 然后让你求到期收益 那这个太简单了 那就说 流出 未来的流物的限值 1100 除以一加爱 那你去求爱 不就一解方程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在 很久以前的这个题啊 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的一道计算题 那么这道题他主要是和我们货币时间价值 灵活应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道例题呢 他是告我们说假基金主要投资政府债券和货币性资产 目前呢正在为5000万资金设计投资方案 给了三个备选方案 然后呢他就告我们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就给了三个备选方案 我们主要是想看先看他让我干嘛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 因为当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那个看起来数据 或者说他给的资料特别多的时候 先看一下提问 知道他干嘛 然后我们再去去分析就是了 你看他这个提问让你分别计算三个投资方案的 有效年利率 而且从投资收益率角度呢 指出应该选就让你看选哪个投资方案 对吧 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投资收益率比较高的那个方案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让我们算三个方案 我们先看方案一 这个方案一呢 是受让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A 这个存单的面值是4000万 期限十年 年利率5% 单利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但这个存单还有三年到期 所以实际上你看这个银行的这个大额存单 实际上你可以把利率就是银行的这个 你可以理解为他现金流和债券一个道理嘛 对吧 比如说你购买这个银行的这种大额存单 不是花笔钱买它 然后到期他可以给你利息了 要还本啊 其实和我们讲的债券的流量是一个道理 对吧 然后呢 你特别注意他这个存单 因为是什么 单利即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不会说前期把利息拿走了 所以谁持有这到期日 谁可以拿到全部的利息 是不是 所以关键就把现金流给他搞清楚 那你像我们这个提 相当于是初始呢 你要花的钱是多少 你要花5000万去买这个存单 对吧 所以我的购买价格 买价 是5000 那你的现金流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这个存单还有三年到期 那就未来的到期日还有三年 那我的现金流是什么呢 由于他是单利即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的 所以不会有分期利息 就是到期日 谁持有到期日 谁可以拿到全部利息 那我的全部利息 利息一定要记住始终按面值来确定 是吧 面值4000 票面利率5% 10年一定要记住 人家是10年的存单 对吧 你呢 现在接手 但是由于我呢 是可以持有到到期日 是吧 就是你现在 谁拿到到期日 就拿到全部利息了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不能说只乘3的 一定要乘10 这是我的利息 另外我们还要拿到我的本金 本金按面值 收回本金 4000 那这个大家看 这个加总起来 这个4000 乘百 莫生就2000 加了就6000了 就知道我们 你看 相当于是限值 是5000 未来的中值F 是6000 让你去求利率 是吧 那投资收益率 实际上就是要找到 未来的流入限值 刚好可以弥补流出的 那个择限率吗 那我这个5000 我知道 未来的流入呢 是6000 择限6000 除以1加上利率i的三次方 那其实像这种提案啊 很多方法 其实像这种 比如说一次性款项 我们就可以利用 开更好的方法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相当于是1加3%的 i加i的三次方 就可以等于 6000 除以5000 所以让你求i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i 它就应该等于 开三次方 是吧 6000 除以5000 开三次方 减1 是这样的 其实考试的时候 这些 你不用去写那么多 就是它就要你的 那个结果 就是你列出一个试子 比如说我列出这个 然后i等于都好 就行了 那剩下就是你藏高纸上 或者说你多功能计算器 按就行了 是吧 当然你说 如果呢 就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CPA的考试 它是要求 就是各个考场 它要提供最起码 7种输入模式 那么如果你看 它有这个收购的输入模式 或者是QQ这种输入模式 我们可以利用V模式 对吧 按照V模式的话 你就可以去来计算 比如说像我们这要例题 我们啰嗦一点 就是我们想谈一下 大家这个 计算 那比如说我想让你来算这一块 其实我们考场的话 其实是这个 Word的那种输入模式 是吧 但是你用这个 我现在讲课用的是这个PT一样的道理 那你看我们想算这个 这个利率i 那么我们就输入一个V 是吧 那么输入V以后呢 然后呢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相当于是 要把这个6000是吧 我这个6000除以5000对吧 然后呢我们要开三次方 那么在数学上开三次方就是三分之一次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倒三角就是开 开方啊 一除以三啊 就是它的烙子米 三分之一次米 然后呢还要减去一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对吧 如果我 比如说我要是 因为它在里面会提醒你ABC 我选择C这个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你看我们这个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 它就直接把这个 6000除以5000开三次方减一 就给你算出来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因为它不是用的百分号 没关系 是吧 你看0.0这个 那我们要一看就是 6点多少 6.27呗 所以我可以推出来这个 我就可以直接写I的 因为6.27 对吧 就可以完成了 这是我们说这个 对于方案一的话呢 你就可以 其实就是知道 限值 知道中值 求利率 好 我们再接着看方案二 它以组合方式进行投资 其中呢 买3万份政府债券币 剩余额度去投资政府债券C 然后呢 给了我们这两个债券 我们看币债券呢 是五年期债券 但是还有一年到期 面值1000 今天票面利率5% 每年复息一次到期还本 刚支付了上期利息 当前的市价呢 是980 然后这个债券到期以后呢 这个假基金计划将到期 还本付息的金额 全额再购买两期的银行 大额存单 这个年有效利率是45% 复利息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所以大家看一下 对于币债券来说 是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初始 我们要购买价格是980 而且你是买了多少万份呢 他告诉我们说是买3万份币 所以就80乘以3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买这个债券啊 有一年到期 利息率5% 那就说利息 1000乘以5% 就是50块钱利息 还有本金1000 对吧 但是我们总共是要买多少呢 我要买3万份 所以我再乘以3 这是我的到期的本利盒 对吧 那么这个到期本利盒呢 大家看一下 就相当于这是1050乘以3了 我们接着把这个本利盒呢 就1050再投进去 对吧 也就是说 把这1050乘以3 我再投进去 所以一收一投 中间就可以抵了 那他这个钱去干嘛去呢 去买这个两年期的银行 大额存单 而他告诉我 这个是负利机系的 年有效率率4.5% 所以到呢 我们再持有两年 相当于就是到第三期末了 那我到期的本利盒是多少呢 那不就是你这个相当于 也就是这个本利盒 我写在这里啊 这个F是多少啊 比如说我们就是买这个 币债券的这个中值 F是多少呢 那就是我的初始 我是1050乘以3万份 我花这么多钱 就等于说在这个第一年末 连本带利 这么多钱 我去买这个存单 然后呢 它的中值呢 就乘上1加上4.5%的平方 所以我可以得到 投资购买币债券的这个中值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买什么呀 C债券了 那这个C债券呢 是一个新发行的四年期国债 面值是1000 票面利率5.5% 单利即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价格是1030 也是溢价发行的 计划持有三年后就变现 那你看啊 这个债券是一个新发行的 四年期债券 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但是我准备提前出售 我只有三年把它卖了 那因此呢 我们会不会有利息呢 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 你提前出售 不会有利息的 那就是售价 所以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对于C债券 它的这个现金流 是吧 那它的现金流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初始 剩余的资金 剩余多少呢 因为你看你 买币是花了980乘以3 那我们看一下 剩余的这个 买C债券的钱 就是我们总共是5000万嘛 5000万扣除 币债券的这个980乘以3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3824 然后3927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就应该可以得到 它应该是2060对吧 那么这是可以用来投资 C债券的资金 就剩余资金 由于你的发行价格是1030 那我就要看我要买多少份 我的购买的份数 因为他没告我 他只是告我剩余去买它 那我购买了这个 C债券的份数呢 那就是拿这个 2060的总的投资额 去除以这个发行价格 1030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可以买2万份啊 那因此我们对于它的初始投资 当然就是2060 对吧 就是剩余资金 就2060 或者你说1030 乘以2万份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出售 我们计划三年后变现 每一个价格是1183.36 然后我们是买了2万份 是不是乘以2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相应 是对于这个C债券的这个中值 对吧 那现在我们 因为你这个方案2是组合投资 那我们现在来看初始总的投资 买了C 买了B和买了C 总共是花了5000万 对不对 也就是我初始投资 初始总共是5000万 然后也是总共都是三年 对吧 你看我们俩都是三年 如果要是不一样的时点 那你就相当于不同时点 你去择线 也是求利率一样 但它正好都是第三年 那这个总的中值多少呢 就是B债券的是这个 C是这个 对吧 就是我用代码 就是FB加FC 你把这两个结果给我加起来 那你看不也是知道 限值知道中值让你求利率吗 跟我们刚才方案1的那个计算原理 是不是一样啊 对吧 只不过我们刚才的方案1 5000这个终点是6000万 那你这个呢 5000万终值是多少呢 你可以顺换一个数 然后还是求那个利率 对吧 同样你使用开三成方简单 就一样的那个方式 对吧 这是方案2 那我们再接着看方案3 方案3说是评价购买 新发行的政府债券D 期限三年 面值1000 你看他是平价买的 他说票面利率5% 但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那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只要是平价购入 对吧 平价购买的 那我们的这个 呃 票面利率和到期收益率一样 但是因为它是一年级 我们按7 就是说你 每期的 到期收益率 是吧 就是我们 呃 每期的这个 到期收益率啊 是等于 每期的 票面利率的 是吧 是等于每期的 这个票面利率 只要是平价发行 那我们一定是 每个季期周期的 到期收益率 和每个季期周期的 票面利率一样 那像我们这样来说 每期到期收益率 是多少呢 那就是把这个 5%除以2 那这个呢 也是5%除以2 对吧 二者相同 但是我们在考试时候 让你求的是什么呀 有效利率啊 所以我要求它的 这个投资的有效 有效的到期收益率 那就是用 1加上 2分之5的平方 减义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它们俩相等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报价的 到期收益率 就是5%嘛 所以你就用1加上 2分之5平方减义 就可以算了 然后算了以后 哪个收益率高 就选哪 啊 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 呃考题 其实这要提的它 你看它 更多的是用的 我们前面 时间价的这个 呃就是计算的原理 但是呢 我们要理解 它这个债券的现金流 就是对于这个 分期付息的债券 已经支付的利息 跟你是没关系的 但对于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呢 持有到到期日 才能够拿到 全部的利息 如果你提前出售 没有利息 所以关键就是 把现金流 给它找到 其实剩下就是 利用时间价值计算的原理 好 那我们 这一讲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